平安 今天来示范如何用常见的米袋来做成提袋 把米袋拆开 成两份 其中一份呢 对折 这好 我们要把两边都缝起来 使用缝纫车将两侧都车缝好 两边都缝好之后 把缝份压平 然后把袋底 左右两边的袋底 这个三角形把它压出来 两边都要把缝份压平 把袋底的三角形 画一条五寸长的记号线 照着这个记号线 两边的三角都要车缝 我们要处理袋口的部分 袋口折半寸 在一寸半的地方做个记号 再翻折一次 再翻折一次 袋口就有一个一寸半宽的反折 在距离侧缝线四寸的地方做个记号 这是提把的位置 准备两条15寸长的提把绳 从两侧接口处开始车缝带口 在四寸的时候 将提把绳夹进去车缝 将袋子正面翻出来 将袋子正面翻出来 将袋底的车缝处翻好 车缝撑开 顺便检查是否都车缝完整 你可以在袋底再加上厚纸板 来增加负重的强度 提带就完成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